一场战争什么时候才算失败?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,在政客眼中和军员眼中有完全不同的答案。 军人直到战死沙场之前,绝不轻言言败,而政客则不同,战争还未结束,他们就从战略、外交和国力方面遇见了战争结局。 二战刚开始的几年,轴心国曾一度占据上风,在欧亚大陆所向披靡。 1941年时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,二战正式进入顶峰。 用英国首相丘杰尔的话说,法西斯曾差一点掀翻世界,但物极必反,1941年也是轴心国由胜转帅的转折点。 经过1942年的敖战,1943年时,德一日陷入苦战,以战争潜力和人心所向来判断,法西斯的败相也漏。 盟军的高层知道,战争必将以反法西斯阵营的失败告终。 在全世界的政客们眼中,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3年末已经结束了,轴心国的失败是时间问题,如何管理战后世界被提上议程。 但是在各国军人,尤其是狂热的法西斯战犯眼中,只要还有一个军人在战斗,就有胜利的机会,战争就远未结束。 在这方面,德一日法西斯大不相同。 意大利投降后,德国国防军内部也开始松动,一些异见分子甚至针对纳契核心进行刺杀。 而日本方面,虽然联合舰队一败再败,航母被击沉,大量优秀飞行员战死,但是日本人仍然觉得自己有机会翻盘。 日本海军先后组织了一号作战,阿号作战,妄图在太平洋大败美军。 不过,一号作战和阿号作战最终都以失败告终,尤其是阿号作战失败后,其实日本已经失去了跟美国掰手腕的资本。 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全部丧失,可是日本东京大本营还不死心,他们紧接着制定了在国防圈内决战的作战计划,取名为截号作战。 截乃汉子中胜利的意思,日军在日薄西山时却还抱着胜利的幻想。 截号作战分为四个部分,这些作战的具体内容是什么,最终是否付出时间呢? 一,幻想中的大截。 1943年4月,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死在所罗门群岛,这对日本海军是一个重创,山本的继任者是古鹤峰一大将,这位老将跟山本一样信奉决战思想,一直在谋划着一场决战。 在他给东京大本营的报告中多次提到,太平洋战场的转机即将来到,联合舰队将有一场日本的中途岛战役,让美国舰队遭受重创。 为此,古鹤峰制定了阿号作战,演变成了后来的玛利亚纳海战。 这次海战里,日本确实算主场作战,而且在战场上占到了先机,但因航空兵力量太弱,阿号作战最终以日军惨败收场。 马里亚纳失败后,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告破,日本本土被纳入美国轰炸机半径,海军成为重视之地。 但是此时战争还未结束,日军军部制定了在日本周围跟美军决战的计划。 该计划分四大战场,一,菲律宾群岛,二,台湾岛,琉球群岛,九州岛,南部,三,北方库业岛和北海道,四,日本本州,四国岛。 这四个地方都有可能遭到美国进攻,但是当时的日军没有能力进行全方位布防,只能被动防御,等美军主动发难。 对于这些地区的防御,日军制定了节号作战,分别命名为节一号作战,即菲律宾战役,节二号作战,即日本南部群岛,节三号作战,即日本本州四国,节四号作战,即千岛群岛,库业岛,北海道。 二,失去制海权,日军变成瞎子。 军事行动讲究有地方是,最计只上谈兵,军事目的应该精准、简单、实际,基层部队才能有执行力、有战斗力。 而日军的节号作战显然不具备这些特点,四个战略地点相隔几千公里,完全是在地图上排兵骑而不像在打仗。 节号作战如此混乱,其根本是因为日本已经失去了重要的制海权。 对岛国来说,制海权就是生命所在,尤其是日本这种资源匮乏的工业国。 海陆运输维系着国家运转,为了保护自己的海上生命线,日本从20世纪20年代就制定了一条国策, 大力发展海军,争取与英美列强并列,并在未来战争中打败美国。 在此国策的刺激下,日本果然建立起不可一世的日本联合舰队。 在1941年最鼎盛时期,联合舰队实力超过英国皇家海军,仅次于美国,位居世界第二。 这支海军是日本打太平洋战争的资本,海军在,制海权在,海陆运输就在,所谓的大东亚盛战就能坚持。 而到了1944年6月后,日本已经彻底失去了制海权,美国海军切断东南亚的原材料运输, 而且可以从海上起降飞机,打击东亚地区任何地方的日本基地。 当时的日本军部可以涌抓下来行楼,东京大北营天天开会,讨论着下一步的战争计划, 但是这些参谋完全在纸上谈兵,因为没人知道美国人到底在哪。 在太平洋上,日本唯一可以得到的信息来自海军侦察机和少的可怜的潜艇。 在茫茫太平洋侦察机漫无目的地寻找美国舰队,等同于大海捞针。 于是,日军才列出了太平洋西部所有可能遭挟的地方,让捷号作战成为多种可能性共存的大框架。 此时的美国虽然取得一连串胜利,但是还没被冲昏头脑。 日本人幻想出的捷三号和捷四号作战不可能出现,美军还不想进攻日本本土, 他们盯上的是三年前本就属于自己的势力覆盖的土地——菲律宾。 于是,在1944年9月,美军拿下新几内亚,随即开始进攻菲律宾群岛。 而打下菲律宾就能切断日本本土和中南半岛、马来、印尼的海上交通,让日本人困死在本土。 对此,美军在9月中旬开始密集空袭,打击台湾岛、冲绳岛以及菲律宾的日本机场。 随后,美国瞄准菲律宾莱特岛,准备以此为突破口,杀入菲律宾。 与此同时,日本大本营也终于在9月收到消息,美日将会在菲律宾决战,随即下达节一号作战指令。 作为陆战前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对决,美日海军即将开始对决。 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对决,莱特湾大海战开始。 3.莱特湾海战,人类史上最大的海上对决。 菲律宾战役的序幕是莱特湾海战,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海战,也被承认人类最后的大海战。 日本海军在菲律宾血战四天,最后日本联合舰队损兵折将,撤出战场。 双方的大战在1944年10月17日打响,在基本摧毁了东太平洋的日本航空兵后,美军开始进攻莱特岛。 其实在一个月前,美国本想直接进攻台湾岛,但是鉴于日本大部队吞击在菲律宾,为了歼灭日本有生力量,配合陆军北上,美国太平洋第三第七舰队才开始准备菲律宾战役。 陆军方面,美军出动了第六、第八两个集团军,由迈克阿瑟上将指挥。 海军方面,第三第七舰队出动35艘航母,12艘战列舰,24艘巡洋舰,剩余大小船只140艘,由哈尔西上将指挥。 日本联合舰队方面,丰田副虎司令于10月20日派遣,第二、第三、第五三个舰队前去莱特湾参战。 这支舰队有4艘航母,9艘战列舰,19艘巡洋舰,34艘驱逐舰,由丽田舰南中将总指挥。 日本海军的实力此时已经不成比例,美军舰队的排水量是日军的一倍,而且主要作战力量,航母更是多达几十艘。 此外,日军只有可怜的200多架舰载机,加上菲律宾和台湾支援的500架飞机驻镇,总数只有700架,而美军有各式飞机1500架。 这场战役的结局几乎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。 1944年末,这几十艘主力舰是日本联合舰队最后的家当了,日军内部有人建议,必战保船。 丽田、舰南等人坚决反对,觉得这是在学北洋水师。 他称,国有国破山河在,但绝没有国破军舰在。 可以说,莱特湾海战中的日本舰队完全是抱着玉碎的思想而来的。 日本战略舰之中虽有大河号、武藏号这样的巨无霸,但他们在当时的海战中已经难以发挥作用,其威慑力和象征性大于杀伤力。 南下的日本海军也分为两部分,小泽至三郎率领航母作为诱饵舰队,吸引美军主力。 丽田舰南舰队率领战列舰杀入莱特湾,直接攻击美军航母。 10月23日晚,美军的潜水艇发现了丽田舰队南下的踪迹,缺乏反潜能力的日本舰队立刻遭到鱼雷袭击。 两艘巡洋舰被击沉,一艘重重伤,丽田舰南的旗舰爱荡号沉没,他转移到大河上。 指挥舰队继续前进。 10月24日晨,美国海军已经窒息日本联合舰队到达西部沿海,太平洋第三舰队派出260架飞机前去攻击。 丽田舰队几乎没有舰载机护卫,只能用防空爆打击美军战机。 他们引以为傲的战略舰成为美军的重点攻击对象。 武藏、大河、长门这些战略舰都遍体鳞伤,尤其是武藏号,被连续命中11颗炸弹和8颗鱼雷,直接失去了动力成为活靶子。 24日下午15时,日军舰队撤出战场,武藏号无法开动,在美军的轰炸下沉没,数千日军为其陪葬。 就在10月24日,丽田舰队在达西部沿海被围攻时,日本的诱饵舰队小泽制三郎舰队从另一条路南下,几乎同时被美军发现。 哈尔西上将指挥美军舰队追击小泽舰队,而追击小泽的美军光航母就有17艘,搭载飞机1000多架。 哈尔西决议用一战打掉日军的海上航空力量。 10月25日早上,小泽舰队发现美军踪迹诱饵作战成功,70多架日本战机起飞突袭美军舰队,美军起飞180架飞机进行空战。 在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,小泽舰队几乎没有做出像样的反抗,日本仅剩的四艘航母全部被击沉,还有一艘巡洋舰,两艘驱逐舰殉葬。 但是这一牺牲保证了丽田舰队的生存,丽田舰南带着大和号来到莱特湾。 丽田舰队在10月25日于萨玛岛南部发现美军,丽田舰南大喜过望,他以战略舰为核心,面对美军的护航航母编队发起海上冲锋。 日本海军很兴奋,以为美国海军的主力被自己发现,他们不知道这些航母只是护航航母,真正的美军主力还未参战。 在另一边,美军看到日本舰队从天而降也吃了一惊,指挥官金凯德中将命令航母舰队后撤,同时让驱逐舰对日本战略舰进行冲击,以吸引日军火力打乱对方阵型。 美军的驱逐舰表现出了让人尊敬的牺牲精神,他们面对战略舰的大口径巨炮,以自杀式的冲锋向这些巨舰发射鱼雷。 最终,四艘美国战舰直接被日军击沉,其余战舰发射的鱼雷成功打乱日军阵型,迫使力田舰队减缓了追击速度。 就在海上熬战时,日军也同时派出神风特工队,前去攻击美军航母,这是神风特工队第一次大规模在战场上出现。 日军战机虽然成功击沉两艘美军航母,但大部分自杀战机都被击落。 利田舰队的战略舰火力强大,但最后无法突破美国海军的防线,此时利田舰男还未收到诱饵作战成功消息。 在对空袭的担扰下,他们下令舰队向北绕行,退出战场。 此举后来被日本海军大肆批评。 10月26日回过头来的美军对利田舰队发起空袭,利田舰队彻底失去战斗力,向北撤回台湾岛和日本本岛。 节一号作战的海战基本结束。 此战打光了联合舰队最后的四艘航母,瑞赫、瑞凤、千岁、千代田号全部沉没。 战力舰武藏号、扶桑号、山城号均在战场被击沉。 金刚号在撤退中被美军潜艇击沉。 此外,日军还有重型巡洋舰十六艘被击沉。 驱逐舰十一艘被击沉。 联合舰队至此不复存在,正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。 四、菲律宾战役,日军史上最惨烈的失败。 海上的战役硝烟弥漫,陆地上的日军也胆战心惊。 美国在莱特湾大海战打败联合舰队后,菲律宾的日军失去了海空支援,就成了一支孤军。 菲律宾的日军指挥官是日本陆军大将,由马来之虎支撑的山下凤文。 他旗下的十四集团军有五十万日军和民兵,面对的是美国名将麦克阿瑟的百万大军。 日军自认为是主战作战,山下凤文将日军全部放在北部和中部的山地,并大量修筑攻势,用来阶段性消耗美国陆军脚步。 美军在菲律宾战役中,陆军和航空兵都处于优势,海军随时侧应陆上战场。 舰炮能定点清除日军攻势,导致日军伤亡惨重。 山下凤文的部队在几个月内节节败退,而且因为失去了海上补给和空中支援,日军最后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境。 大量部队缺因少食,药品短缺,热带疾病在日军内部肆虐,整连整连的士兵因为疟疾,当隔月等疾病失去战斗力,被遗弃在丛林中自生自灭。 因为食物的短缺,日军在热带雨林里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果腹,甚至包括战友的尸体。 在美军的回忆录里,他们发现了一个日军部队的毛坑,其颜色是无黑色,后来军医警示道,只有吃纯肉时,人才会排泄出黑便。 联想到在日军营地找到的白骨,白军士兵感觉自己是在跟魔鬼作战。 在菲律宾的战役最关键的旅宋岛战役,日军首军建武集团三万大军,最后仅有一千人生还,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七。 日本镇武集团十万大军仅一万人幸免于难,山下凤文的五十万大军在半年里战死四十五万人,死亡率百分之九十。 这一伤亡超过1937年日本全面清华以来的任何一次地面战役,被视为二战日军最惨烈的失败。 1945年4月,美军彻底收拾完了菲律宾日军,开始准备进攻冲绳,至此节一号作战宣告失败。 50万日军和整个联合舰队成为节号的代价。 日军紧接着准备天号作战,在莱特湾侥幸逃生的日本水兵即将迎来自己真正的末日。